- 嗆嗆,三言行 韋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是 又婷昨天告別了 I know 從今天開始要帶班 帶到一個天荒地老 我們的台灣美媚 最近近期好像就剩你一個了 是嗎 台灣美媚 對 所以你看当妈 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消息不是你可以 我问我要三天八个节目 不是好消息是你来了之后 很快就会怀孕 跟小燕姐的椅子是一样的吗 跟人有关系 不是跟你 所以家辉这有灵气 他不提我还想不到 你知道广州话这个三 我的幸运数字就是三 生的谐音 广州人为什么喜欢三 我们这个节目的确老嫩孩子出来 就是生 还有义军也是对吧 而且还有李经 还有好几个我都忘了 18年 就看见这个女嘉宾的肚子 就坐在这 就起来 你知道我前两天 领导在跟我们吃饭的时候 还特别拍拍我的街坊说 该怀了 领导们 没领导现在不敢说这句话 因为我们现在台里真的没有女主播了 他们就拍拍我说 其实我们真的也不是很急 我觉得现在好是拼事业的好时机 你跟那个某某某两个就别急着来好吗 真的 真的 没有以后我觉得因为缺 那个女主持缺货嘛 所以你们每月发工资还发 要发达斗 发一盒避孕药 以免他们怀孕 我觉得这个韦杰 我早就觉得她是个婉育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上了那个讲说什么 要动软这个节目之后 你就这样发现我吗 哦是是是 好像是哦 你真动了吗 没有啊 哦 我是健康要动吗 我动了 你动了她 送完 不但动而且还捐 你一定要先捐才能动 我听完以后觉得 不能嘴巴讲 我们要实践 要动 要身体力行 可是因为太多了 动了现在冰箱塞不完 要买了一个新的大冰箱 那都是你们家早餐是吗 是 你上回送来给你的东西 这是用那个煮的嘛 这嘉辉最近忘 你知道吗 嘉辉最近太忘了 我今天刚刚跟她说 我好兴奋 我终于认识电影咖这件事情 认识电影咖是 她跟舒淇演过对手戏了 你以为她是电影咖吗 我说的是 她的这个小说啊 这个龙头凤尾啊 得了这个 好像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个 什么奖来的 我们楼上那个礼品店 上面都要求她 凤凰雷是 凤凰雷是优秀创作家 是吗 有这样吗 好几个 那台湾啊 台湾我蛮高兴 台湾有个长篇小说金鼎掌 从来都是讲台湾题材的书才入围 那我讲香港历史题材嘛 进入最后五强 已经非常光荣 当然还有 原来还是被排除前三名 然后还有内地的人民预报 深圳报业集团的评选什么 都在前面 可是都不是第一名 最高是第二名 所以就等着凤凰 攀个第一名 不是嘉辉 咱们这种人 我们的人生哲学是千万别当第一名 对 第一名死得坏 我跟你说 你要有第二名的实力 但是你当了第一呢 那绝不是你的福气 你一辈子都不安 你最好是有第二名的 第一名的实力 但是你得了第三名 这一辈子活得光明正大 差得是是 而且不怕被别人踩过 没错 是吗 我心就踏实了 那为什么大家讨厌当小三 都要帮当大婆 你留下 假如按照你的邏辑 当小三比当大婆好 不是 很难说人愿意当什么 只不过呢 能出来说话的都是大婆 小三的心里不懂 他说不定也很开心 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而已 你窃喜在心中 当然了 这个嘉辉现在也是三期了 我觉得 你也是三 枪江啊 小文学啊 重要的是台湾金马奖 我说看出我们这个节目的档次了吗 我们节目的我那天讲了 特朗普 那我这么不红的话 下次还可以来吗 不你将来有机会 你就差个肚子里有人 就是川普特朗普开的 他说我看中国书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嘉宾 扎剑英的书 对对对 弄超儿 你说厉害吗 我们的这个嘉宾 这个梁朝伟 我什么管你 我们这个马家辉 马家辉 哦我明白金马奖 为什么找他当评委 是姓马吗 不止 今年是金马奖53届 53岁 我自己是这样想 没有了 因为我以前写过一堆的小影评 小影评 然后一些评论电影的文字 那他每一年都有一两位 香港的电影评论界的人 谦虚了 谦虚了 这个咱们这个老马师徒 这个在港台的这个电影界 还是非常红的 这个说话很有地位的 所以呢 这个容认金马奖评委 对吧 那评出了双黄蛋 也是你评出来的吗 所以你这么捧我 吹捧我 一定是想我爆料 当然 我们今天就等这个不是吗 可是非常爆却 因为当评委都签了一个保密协议了 可是不是已经 搬完了就有吗 我看网络上都有说什么 投票几票啊 什么什么 有 对天发誓有 他们就说谁谁谁 到最后是几票对几票 最后第二轮几票对几票 最后 所以你今天可以讲 放心 我已经把你调查过了 我听说八卦 就是说这个周冬宇和那个女的 就俩双黄蛋 什么那个女的尊重一点 马思纯 我也姓马 我都喜欢他 是是是 都很好 就是周冬宇 是我们时日庄之花 对 改变大家对时日庄的印象吧 对不对 我就是说啊 听说评出来这个之后 最后评委又有人要翻盘 就是提出就说他不承认 但要重投 重投 但是最后重投 跟议会里一样 重投的动议 你们没有通过 是吗 对 那里面有真有假 的确是动议重投 然后没通过 为什么要重投 因为这就是鸡马掌 他有公信力的部分 因为很简单嘛 我们开会是 不是让你爆料 不是让你吹 这是认真的 因为这是要纠正 那个错误的传说 因为从头 不是因为不服 这个结果 是因为开一整天 从早上八点半 开到傍晚六点 那前面讨论的时候 大家脑筋还没清醒 那句都很好 还没清醒之后 讨论到下面 什么电影语言 灯光 音效 表演艺术出来了 大家头脑 头脑清醒了 也把电影周周 方方面面的讨论过了 所以到最后 就再回头说 要不要前面 特别很重要的大掌 什么最佳电影 最佳导演 男女主角 都要不要把他们 重新来一次 当然就 那需要通过嘛 才行嘛 没有通过 那因为里面 为什么出了双弹 我当然是保密协议 不能说 我只能说 自己一个经验 因为认谁 像范冰冰呼声很高 演得很好 不幸落选了 那我倒是有个经验 非常意外 因为班长之后 我们都知道 认谁在那边 都不高兴了 然后冰冰 还是保持笑容很好 一离开会场 我们就可以想象 一定脸黑了 给我们找 就哭了 骂娘了 然后结果呢 结束之后 我就回酒店 要上房间 换衣服 下来庆宫宴 结果一进电梯 按关门 突然一只大手 毛手 一手进来 挡住我的电梯 他的保镖 我想跟他有毛手 有点害怕的感觉 我真的吓死我 好像一只哥斯拉一样 挡着他开门 进了一个 身高一八气的巨汉 你有被打吗 我几乎 我怕就怕就见你 然后进来 原来旁边是范冰冰 小姐进来 当然脸是黑的 当然啦 比黑还黑的 然后呢 身旁边三个 一个一八七 一个一七八 都是高的 站在那边 我还 这个可以说一点 还不小心 关上电梯之后呢 他们还讲电话 不晓得跟谁 报告说 很不幸 没拿到 然后说 没有拿到 各方的势力 非常大 我不晓得 什么势力 反正那时候 我最怕是什么 被发现你是品位 最怕他们看出 我是名伟 三个一八七的壮汉 站旁边 还有冰冰姐都比我高 穿着高跟鞋的 那我只好 刚好手上 有一本金马掌的长刊 我就把头 逼下来 对不起 我到了 明明我去18楼的 我马上按五楼 马上电梯门打开 我说对不起 接过一下 安全逃脱 你看这个冰冰姐 就吃了少看 强强三言行的亏了 多看你就知道 该打谁 就知道 电梯里就不能让他活着出来 我觉得你下次 下次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要安慰他说 我投的是给你 但很可惜 这样他就觉得说 你看还是你想试我 多好 你们什么保密协定 八卦媒体都登出来了 我跟你说说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听平 范冰冰呢 据说呢 别打我 没有演出其他的 不是说冰冰演得不好 而是说冯小刚导演 这部导演的 这个镜头 这个圆的这个玩意儿啊 他这个人呢 就特写比较少 老都是这个中景啊 较远 所以实际上呢 看不大找表情 你明白吗 那这个双黄蛋呢 就是八卦媒体 净拍多 就是据说呢 就是说 单凭一个周冬雨吧 觉得还有哪 就不够圆嘛 不太得劲 就是说单凭一个 马思纯 还是单凭一个周冬雨 觉得都有点不够 少了一点 但是最后据说 有一个人 有可能是许安华 也有可能是马家辉 是吧 突然说 哪 既然这样 俩都来嘛 两个人 我听说的是许安华 两个人合成了一个角色 就够这个讲 没错吗 这没错 的确是许安华 因为他是那个 评委会的主席嘛 当然不只是主持都可以提案 可是主持比较有眼光 有分量 他说的哦 我印象中没有反对的意见 因为的确 那个电影 名称已经叫七月雨安生嘛 然后两个人 没有对手呢 很难 你真的觉得不够圆满 所以他这样提出的话 大家也蛮同意的 可是重点啊 很难说什么演的好不好 因为啊 真的是不管电影也好 演员也好 你能够提名呢 真的就只有分挺好 跟特好的理由 所以到最后呢 大家真的要给他一个说法 所以我第一天回香港 碰到文涛 我就说文涛啊 假如你口才这么好 去到那评委活动啊 基本上文涛的名单 文涛的名单 就可以是金马掌的名单 因为大家都可以提个说法嘛 从这个角度看 你演的怎么样 可是从那个角度看怎么样 要互相说服 你们都是有独立见解的人 你们为什么就会听文涛白活呢 我们这不叫白活啊 我们有独立见解 我的见解就是接受你的看法 我的见解就是接受你的见解 做枪枪太多了 容易有这个心理安事 这些人都得听主持人的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可以看看上面的风光啊 这个金马奖的这个海报啊 不是海报啊 这是这次啊 40万罚了一下 是吗 为什么 就葛优摊嘛 好像现在不可以用葛优摊的 我连葛优是谁都不太知道 哪有知道葛优摊 他不但来了葛优摊 你往下看他还来了个北京蹲呢 哎呦 那个是陈建斌是吧 对 皇上 皇上 皇上要坐椅子 你要蹲地下吧 就评委开会就在这么一个饭台上是吗 不是 这是因为我们是决审评委几个嘛 那很痛苦 12天每天看四场电影 看完一场呢 马上跑进去抽烟的抽烟 聊聊天 我看佳辉这个感觉明显像是意见被否决了这样 为什么不听我的 为什么不听我的 再看下面 哎 这是金马奖这次的海报 对 你知道这个小 一个瘦弱的小男孩 仰头 望着 拿着手电筒 往上 好像仰望星空 这是谁吗 13岁的张震 当年在孤岭街 少年杀人事件中 哎 你再看 就53届嘛 哎 双黄蛋 我们十二装之花 是吧 周冬宇和这个 马思纯 好像这个马思纯是北京 北京广媒学院出来的 好像家里都是有演戏的 这是电影业 蒋文立的 蒋文立的姐姐是她的妈妈 妈妈 对对对对 哎呀 我跟文立姐姐也挺熟啊 来 你看 这个 这是 判伟 判伟 苍天啊 大地啊 是哪位神仙大姐 让我处理这口气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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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 范伟先生比我还年轻 所以人家 六三年的 根据网络上面的资料 六三年的十月 比我还年轻 好像是这样 所以我就很不爽快 人家已经那么成就这么大 他也是你选出来的 你不成就更大吗 他是你没投票的是吗 又年轻一个爆料 不是那个 你看他这个苦脸 你知道吗 这要是多半是真的 不是 我那很懊恼 你们不懂得我的心意 你们应该说 可是你看起来比他年轻多了 我刚刚说 但你接太快了 来不及接嘛 我都想不到 像徐冠文 我也是后来写文章才看到 你们猜他几岁 74岁 假如网络的 资料没错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有错 我还问了我妈 她是她超级粉丝嘛 都说没错 应该有70多 哇完全 你看 那个 他是之前呼声最高的 那时候台湾媒体 全部都堵他会拿 所以这次翻盘的时候 台湾媒体就有一种 大家猜的都猜错 韦杰我倒给你打听打听 我听说这次金马奖出来 台湾绿营的人士都出来叫嚣了 说金马奖被赤化了 他们说金马奖现在变成经济奖了 台湾媒体就用这个标题了 就是说都是 近两年好像有这个趋势 觉得都跟大陆 给大部分奖项 全给大陆了 就是不太公道的说法了 对我也觉得不是很公道 因为来评审过程呢 是完全没提台湾 大陆香港 完全没提地区的问题 二来呢 甚至我们很在意说 有分长 分猪肉 对大家就说 这个给谁 这个给多少比 只要有一个片 好像稍微 有人讨论过程里面 有考虑到 既然这个长给了那个片 不如这样的话 大家马上提醒了 小心啊 我们不能沦为分长 真的要看他的表演 看他镜头 看他电影语言 所以 所以 所以整个过程 我亲身经历的 是这样 那作为台湾人 我觉得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一样嘛 比如说在台湾的时候 你就一直想说 你也希望是留在台湾 怎么讲留在台湾 但是看完了 我觉得好处是说 台湾毕竟媒体很多 当然第一天晚上 可能就讲什么 从我到尾没几个 就是都 大家觉得都没上 但是隔一天 所有的影评 还有所有的人 其实出来都是有说 他们觉得其实是相对公平的 他们觉得说 如果从演技 因为有些电影 确实台湾根本看不到 或台湾根本没有上 那对台湾的观众来说 是非常非常陌生 所以我觉得 那个排斥心里 是有一点点的 它其实是不是表达了 台湾人对这个台湾电影 近些年的这个颓势 他的一种担心 或者是一种忧心 是啊 你觉得台湾人要强吗 台湾的文艺人 我觉得他们也要强 但是我觉得现在 真的因为网部媒体 实在太发达了 我以前常常就是 我在这边工作很久 所以我常有一些 用语的时候 已经是大陆语言 我回台湾的时候 他们都会 就是会笑我 会干嘛之类的 这次他们也说 说金马奖颁奖礼上 说全是晶片的乱飞 你知道吗 就是 他是觉得心里有点不瘦 但是后来你就发现说 其实台湾现在 非常多的语言啊 用语啊 什么比如说我们说 什么土豪啊 什么宝宝不哭啊 什么蓝寿想哭啊 那些 你现在在台湾 你都听得到 所以我觉得 in some way呢 大部分的 我觉得慢慢的 是时间 但我觉得确实是 台湾媒体在 在面对大陆的 一些消息的时候 有时候是有一种 太过于自我保护 就缺少的理解心 但是我觉得 在至少在文化的部分 我觉得是会慢慢的 互相去理解的 你说在这种文化 文艺成就上来说啊 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价值观 跟这个别人不太一样 一般人呢 是看现在 就是说 你现在怎么怎么样 你走下坡路了 或者你不行了 我怎么 我在别的地方 都是活在当下 但仅有这件事 就评价一个导演 或者评价一个地区的 文艺成就啊 我好像是怀旧的 就是我是看过去的 我不是看现在 也就是说 我觉得 就是你大陆 我作为大陆人 我可以这么讲 你也甭嘚瑟 因为以我来说 咱要公平的说 我早就讲过啊 香港 台湾 照他们跟大陆相比 大陆内地相比的 体量来说 哎 假如绝对 咱们要这么比 大陆的文艺成就 十倍于台港 你都不算骄傲 可是事实上呢 可是事实上 咱们脑子里想起来 台湾现在有点颓了 这没什么 这就像 有人讲这个 咱们老讲这个 什么陈凯歌 我永远觉得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导演 只要他能拍出霸王憋机 有的时候人这一辈子 呕心沥血一个 你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将来百年之后 说起来 这个年代 留下是几部电影 你在一个小的距离上 看一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哎呦 他走散巅峰了 哎呦 你看他惨了 他不行了 他不行了 我觉得对文艺成就 我到现在 我想起台湾 太牛了 台湾的流行歌曲 从邓丽君 一直到现在 周杰伦 周杰伦以后的 我也不知道 对吧 我也不知道 对啊 包括台湾的这个 这个悲情城市 从侯孝仙 杨德昌 这个孤岭街 少年山 一直到近些年 说实在的 这个什么赛德克巴莱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成就都不小啊 对吧 香港更也不用说了 你知道我刚 你刚说的太好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就像龙头凤尾 对吧 就是我写的 唯一一本长篇 你还就 我也还别说 我这说的这个 还要说唯一有个例外呢 故事小说 小说 小说嘛 香港都是一个金庸啊 和马家辉 对吧 我没爆料 他就马上把吹捧拿回来 没有开玩笑啊 都是百花齐放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现在对这个华语电影的 这个电影讲啊 就是有一个感觉 不知道这正是他们可敬之处呢 还是什么 就是说呢 评出来的很多人都见过 电影都没听 不是没看过 是没听说过 我老实讲 我这个承认孤陋寡闻 这个七月语安生啊 要不是这次得奖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字 对 我也是 我今天就跟我讲 我说 他们就说 今天来聊 金马小说 I swear 我真的这些电影 我都没看过怎么办 影视平台很多都有了 七月语安生 因为香港看不到嘛 因为香港会被锁 看到看到看到 你看我就说 老实是咱普通观众来讲 什么八月一路顺风 树大招风 我不是潘金莲 咱是听说过 对对 还有一路顺风 因为很多地方不让眼嘛 再见瓦城 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跟你说 这很成问题 我一路顺风 暗色天堂 对不起 我真的 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那是这个电影交流 还有制度的问题嘛 让很多电影彼此不能互通 所以才是金马小 为什么要我们经历 那么痛苦的漫长的学二天 每天看四场电影啊 我看到第三天 第三天还要看五场 我看到第三天的第四场 韦杰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晕倒 我流鼻血 你到底是看了什么片 会流鼻血 我想知道 太干燥啊 在空调房 去错的电影 看完四部 已经是八九个钟头 出来好好玩啊 陈建兵说 马老师 你干嘛 我上次看 流鼻血 马上他们不敢 继续让我看了 他们说 马老师 你这一部 掉其他局间 以免你变成金马银石里面 第一个死在电影院的 工伤 不是 我看下一次 日本某种电影节 可以请他当评委 那一集 喷血 那陈建兵 我希望我这一次 跟他相处了 学年非常佩服啊 演技 不用说了 人完全没有架子 唯一一个 抱怨的地方 是 因为那个 看电影的地方 在七楼嘛 电梯很窄 很小 都坐电梯 建兵老兄就说 马老师 我们走楼梯 我说 好吧 跟他走楼梯 那走了两层呢 陈建兵就在后面说 马老师 很行啊 老当一壮 他说 老当一 流鼻血了 那当然壮了 但我还讲 我没话讲啊 因为他的确 原来比我年轻 六岁 还五岁 那他说 我老当一壮 我不能吭声啊 我只能说 建兵兄 你不如称在我脑门迷奸 好像比较好 但是讲点真格的 就是 我不是给你挖坑 我确实是有好奇 你比方说 比如说这个 我不是潘金莲 小康得了导演奖 那为什么 我不是潘金莲 没有得最佳影片奖 但是我也没看过 我都没看过 他没有最佳 最佳的是一个 七月和安生 对 没有 最佳不是七月与安生 不是吗 另外一份 最佳是八月 没有记住 八月 你看这名字 我以为是同一部 对不起 八月 我告诉你文涛 你看了八月 不是七月 不是八月 是八月 多了一个月 我告诉你 以你的成长背景 你看了八月 我看你会看到流眼泪 第一个 你是流鼻血 他是黑白的 然后他讲什么 八零年代末期 北方 好像那蒙古 一个电影场 经济改革 那些员工要下岗 然后整个小镇就变化了 有人就出去打工了 然后有人没有工作 然后整个城市很宁静 其中又有很焦虑惶恐 然后他透过一个小孩 整天拿着一只双结棒的小孩 双结棍 然后眼睛看 爸爸又去去打工了 然后有些表哥在外面打工 也不顺利 什么时候回来 整个主题完全很动人 一个小镇 然后一个小孩的眼光 看整个社会群体的变化 然后电影语言 黑白 灯光 光影 声音 我一个香港人 在大城市长大 我看他也想流眼泪 那看金莲呢 我不太懂这个 比如说你就看出来 这部电影好好的导演 所以就得导演奖 对对对 那导演又没有把镜头拉近 又看不到他眼睛 他用那种原方的美学 还有他抓这个题材 用他的电影语言 来处理这个题材 可是导演还要控制演出 控制所有的东西